玩使命召唤一定要记得去黑市 听名字就知道 这地方的屋子肯定非比寻常 真正的入口不怎么明显 这位两眼放绿光的就是黑商 一看就是老奸商了 打钱 老板 把这最值钱的武器都给我叫出来 啥 就一把紫色品质的枪 没了 真就这一把好枪了 呃 看看我手里的宝贝 我允许你再重新组织一下语言 真没了 看你是老朋友 出门左拐 我再多送你一点子弹 哎 行吧 暂停信你一次 我这个是轻型枪 就它了 不愧是黑市啊 宝箱都是搞批发成堆的出现 拜拜 下次再来队友一起来打街 阿佩 照顾你商业啊 嗯 有人 南宝说这个恐怖芯片的僵尸可以帮忙找敌人 我试试呢 哼 真的耶 这边还有 这边还有再来一卡 去吧 皮卡丘 我来了 宝贝们 我来了 宝贝们 点错了 瞅瞅你这盾牌放的 我手机上传宝你 鸡都比你放的好 我是你个拐 看吧 害死自己不算 给队友也卡的一轮一轮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哦 对了 忘了给大家介绍这个秘密车库 你想开的车 这里全都有 哦 要是都不满意呢 没关系啊 咱也可以去廷津瓶召唤四人直升剑 怎么样 我说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很nice啊 感谢今天的小伙伴 记得去尝试一下哟 拜拜